根据全国路况资本中心提供的最新消息 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87.5公里 在湖口服务区前 内测车道发生五部车辆的事故 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5.3公里 靠近树林交道 内测也有四部小客车的车祸 服务区受到先前73.1公里事故的影响 目前车流回堵大约3公里 塞在里面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耐心 以上是最新的这种状况 准备火灭大约3公里